随着全球国家的科技不断发展 人类的目光也从地球逐渐转向了太空 率先在这一领域进行相关探索的 正是美国与前苏联 然而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 美国在1969年发射阿波罗11号 成为全球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国家 反观苏联因为王牌科学家科罗廖夫的去世 在探月领域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这个战斗民族并没有放弃对太空的探索 随后在1971年至1982年发射了七座礼炮号空间站 此后又在1976年发射和平号空间站 可以说此举也奠定了苏联在太空探索的地位 尤其是在空间站组建领域 更是有着极高的成就 此后美国为了拥有空间站 与俄罗斯 欧洲 日本 加拿大等多家宇航局 联手打造国际空间站 多年来也出现了诸多状况 由于在探月工程领域 美国获得重大成就 因此逐渐放弃对月球的继续探索 可是随着中国展开 嫦娥探月工程 让美国再次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为此不得不重启探月计划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探月计划 会将邀请数十个国家共同参与 而且美国再次向俄罗斯发出了邀请 令其没有想到的是俄罗斯直接拒绝了美国的邀请 决定与中国联合探月 对此在外界看来 之所以俄罗斯要与中国进行合作 不外乎这几个原因 首先俄罗斯没有雄厚的经济作为支撑 此前提出液尼塞超重型运载火箭计划 最终也被迫流产 而中国研发的长征5号大型液体捆绑运载火箭 拥有四个助推器 采用无毒无污染推进剂 全长大约在56米左右 还拥有800多吨的最大起飞能力 这也是俄罗斯看好我国的原因之一 其次 中国在长徒5号探月过程中成功取回月壤 并且还手自使用无人对接技术 这一点也是俄罗斯所不具备的 当然 俄罗斯与我国联合探月 能够成功补齐我国在空间站建设 以及太空行走领域的短板 根据了解 俄罗斯是目前全球太空行走时间最长的国家 因此呢 在这一领域必定有着丰富的经验 当然 也有人认为 俄罗斯此次或许是想搭乘中国探月的顺风车 毕竟 按照我国目前的实力 无论是在空间站建设领域 还是在运载火箭建造领域 都有着极高的成就 但是 在太空行走领域 俄罗斯确实拥有独特的优势 这一点也是外界无法否认 因此呢 俄罗斯与我国的联合探月 究竟是想搭顺风车还是雪中送探 目前来看还无法得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双方此次的强强联手 对于我国而言 有望能够补齐出舱行走 以及空间站建设领域的空白和短板 至于是 二十个人 像华罗斯与我国之后 对于我国而言 你会